而在新城乡一年一度的捕鱼祭活动 3号则是在嘉陵部落和复兴部落办理 而乡长何丽台 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还有先议员都前来参与 那么新城乡长何丽台则是相当重视阿美族的传统文化 公所也会持续办理捕鱼祭 来重视原住民的传统习俗 新城乡一年一度的捕鱼祭活动 正如火如土地在各部落展开 而3号灾天则是由复兴部落和嘉陵部落两个部落办理 新城乡长何丽台 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先议李正文和部落主任一同来共襄盛举 相当何丽台则是相当重视原住民的文化 这次好不好 下一个活动应该就是我们运动会 故心部落会不会输啊 不会 一定要有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是团队主任 部落的一种怎么样团结的一个怎么样象征性 所以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看到有应该有100个月左右 我们顾心部落的主任 阿树在这边主任 谢谢各位 长期以来对新城乡公所各项业务的一个支持啊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谢 各项工作的推广都是一位 让各位主任在后面帮坎哥们 挺着我们啊 我们能够力争上有勇往之权 不然在县府也好 到中央也好 争取很多的机会来照顾我们的乡邻 都是各位的功劳哦 给我们自己掌声好不好 谢谢 拉鲁马铃吉他 我想这句话 拉鲁马铃吉他 都是一家人 今天啊这个补鱼节好 祝大家怎么样 天天有一次好不好 天天有一次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天天都有赚钱 人家就年年有一次 我们就天天有一次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部落 每天都怎么样 都很健康 都很平安 好这个是首先留下来一个传统话 补鱼记 大家共同来支持 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你这位则是肯定文化活动的办理 我们的信 每当班上有超过一千年以上 绝对有超过啦 尤其我们的三大节气 我们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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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基点啊 这个意义一定要传承 哈拿瓜巴大沙 最后 我们的信号 不得人那么 阿来 一盘的工作人员 不管是用炸的或是用煮的乌锅鱼 就是要把最美味的加油 分享给族人们 以及在场的闺蜜们 为了就是要延续阿美族的传统记忆 父亲部落选择在北埔部落聚会所 嘉林部落则是选择在嘉林部落土地工钱广场 和主人们相聚在一起 共同来允许阿美族一年一度的补育祭典活动 记者金鸿逸 先信号报导